基于你对欧米加作为奥运正式计时的理解 你能破解一下欧米加在跟国际滑板联盟 进行一下新的研发项目吗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你们好 今天我们讲讲欧米加海马系列 300米前水表的巴黎2024特别版 还有我手上带着这款欧米加超霸空中scope万表 巴黎2024特别版 作为欧米加的死忠 你肯定对这款表的专业信息了如指掌 但是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我从这款表背后看到的一些东西 特别版除了日常佩戴 你肯定会考虑收藏 那么这款表在收藏方面有什么意义 咱们一起探讨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不过是因为欧米加是正式计时而推出的特别版 换了别的品牌也会这么做 甚至说为什么是欧米加而不是那个品牌 就是那个总统那样品牌 本期都可以聊 你觉得够刺激吗 咱们开始之前请先确保已经关注过了 这款表不仅涉及到了奥运会计时的传统 还涉及到奥运会的正式计时 计时技术和计时设备的严格 希望能够改善你的观赛体验 百年的奥运倒逼计时技术的突飞猛进 反过来计时技术都已经开始影响比赛成绩和观赛体验了 从本届开始运动员不服判决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1932年欧米加作为奥运会计时用的是这款计时码表 今天欧米加用的是量子计时 中点摄影机 超高清电视图表 计算机视觉 光电子眼 运动传感器 感应器和定位系统 以及AI模型 一干就是一百年 这些内容都写进了欧米加的基因序列 这些DNA信息 在这款海马300米奥运特别款上有更多的表达 这款表的外观 表壳采用金刚和蒙扇18K金 表圈是蒙扇18K金 激光圈壳的潜水刻度 立体浮雕效果 这种配置在专业权势表里是很高的 而这种配色 颇有巴黎特色 让我想起很多古典建筑的内饰 白色和金色的搭配 充分体现出将奥运融入城市 让运动和文化相碰撞的理念 让这款表与以往任何一款奥运特别版不同 这个白色代表着公平 清洁 可持续 金色代表着信任 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最大的亮点就是创新 欧米加最新技术 比如全新的终点摄像机 每秒钟能够拍摄4万张图片 分辨率高达4K标准 这样能够帮助裁判更好的 看清楚谁先冲过了终点线 这次看奥运比赛 你是不是感觉比赛信息呈现的更全面 更丰富了 你真以为是转播商的功劳 在巴黎 欧米加新一代 Vionado电视图表技术 4K UHD 也就是超高清 实时呈现清晰精美的图表 根据不同地区的持权转播商的需求 该设备将提供不同预言的电视图表内容 用于特定的远程制作 在国际广播中心 通过交互式的用户界面 这些图表信息将提供给奥连比克广播服务公司 并由它发送至全球的媒体版权持有者 奥连比克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 甚至志愿者都能操作 某种意义上 节约了民营转播商的成本 但国营转播商 迟疑要派那么多人去 那是福利 远程提供电视图表 尽可能减少比赛场馆中的 基础设施的占地面积 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提高观赛体验的另一个创新 就是运动传感器 感应器和定位系统 今年会在沙滩排球 网球体操 跳水和乘高跳上用 这个技术 不光是让观众了解到赛场讯息 还会帮助到运动员自己 也可以让教练员和运动员的 关注者们了解到 哪些地方是超常发挥 哪些地方仍然需要努力改进 这个白色陶瓷表盘 经过哑光处理 激光眷刻和抛光波纹 这是以往奥运特别版里边最特别的 你知道法郎和陶瓷都是火的艺术 但欧米加的氧化告陶瓷 因为用激光技术 让表盘的纹理呈现出 抛光和哑光的节奏感 而且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永不退色是肯定的了 纯洁的白色 象征着环保和可持续性发展 巴黎奥运村的碳排放 比上级奥运会减半 运动员村将成为 灵碳和环境友好的商住区 能够容纳6000居民 前段时间的一个热议话题 后来被证明是带节奏 就是巴黎没空调 今年巴黎奥运村 夏天的室内温度 是靠建筑物朝向 绿植和地下水循环系统实现的 能够确保室内外温差达到10度 我参观过很多的瑞士表场 也没有空调哦 所以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中央空调是更高效 更环保的空调 六点位的日地窗 里面用巴黎奥运会的专属字体 呈现出黑色日期 中央秒针的配重是精致的 巴黎奥运会会灰 等于说这款表的正面和背面 都有巴黎奥运会会灰 你看这个表背 设计极具纪念意义 拉压的锁 让表被锁紧后 徽章总是正的 这种功能对于单位定制腕表 和特别款腕表有特殊意义 镶嵌有蒙扇18K金 制成的巴黎奥运会徽章 工艺是用抛光和激光时刻 形成对比美感 这个徽章金色代表奖牌 火焰代表希望 而这个马瑞奥的剪影 代表自由和法国的共和精神 致敬公平竞争的奖牌 金刚材质的巴黎2024这样 和经典的奥运会五环 也是经过抛光处理的相当意义 1984年以来 欧米加还对田径赛事中的 起跑器 强跑监测系统等设备 不断升级和优化 看看欧米加是如何解决 强跑问题的 田径运动的起跑器 有内置的压力传感器 对运动员在起跑器上 施加的压力 进行每秒4000次的测量 检测系统会把压力测量结果 同步发送到现场的电脑 以便发令员可以 直接地监测 强跑行为 根据世界田连的规定 生理反应时间 最小为100毫秒 少于这个反应时间 就被认为是强跑 所以你看啊 有了这套系统 所有的强跑都是耍流氓 如果你对正式计时的认知 仅仅限于精准公平 那可能有点奥特拉 正式计时还能帮助运动员 取得更好的成绩 至少欧米加是怎么做的 你喜欢网球吗 给你讲一个 关于鲍里斯和阿加西 两个顶级网球运动员的故事 先给你一个冷知识 你的舌头和头 同时只能朝一个方向转 不信你试试 咱们拍完了以后再实行吗 曾几何时 没人知道 为什么每次鲍里斯 遇到阿加西的时候 鲍里斯的发球就不灵了 后来阿加西不打球了 才说出实情 每当他看到鲍里斯发球的时候 鲍里斯的舌头 就会摆向一边 这样他就能猜到 球会落到哪边 但在阿加西的运动生涯中 他从来不说出来 欧米加目前的技师新技术 就可以更好地追踪运动员的发球 也可以追踪接球手的反应 从而判断他们是否真正能够 曝罗到球的轨迹 更有甚者 欧米加这次巴黎奥运会 用计算机视觉技术部 组合使用摄像头系统 为每项运动提供 经过专门训练的AI模型 这在奥运会史上是首次 让巴黎奥运会更与众不同 这款表的基心是欧米加8800基心 整枚万表和基心都通过了 METAS制真天文台认证 配现代奥运会 必须是制真天文台认证 作为正式技师 欧米加用自己研发的母钟 来校正所有的奥运计时设备 都是自己研发 自己生产和自己制造 甚至自用的流水线 为的就是把控输出质量 做到完美 无论是输出端到数据处理 还是数据处理到提位端 都能确保每一个系统的交互性 在不同的算式当中 每一个系统又是一个独立运行的 这像不像万表的基心 每个齿轮单独看起来 都是自己能够运行 但是又能够全部融汇到一起 协同合作 如果说欧米加不干了 还真说不好 哪个品牌有传统 有实力能接下来 你觉得换那个品牌 行吗 咱们看看上手效果 这个万表搭配了金刚表链 搭配欧米加全新专利技术的 快拆表袋 方便你轻松更换更具有特色的表袋 配有蓝色和红色快拆橡胶表袋 或者巴黎2024奥运会专属NATO表袋 咱们说着稀缺性和收藏 欧米加从制表方面的诠释 让这些奥运特别款在配置上 已经具有了独特性 排他性 而巴黎奥运会在当今事举隔壁下的意义 创新的举办形式和人气上 跟前两届有明显的不同 口罩后最大规模的财富势力聚集巴黎 注定让奥运会周边相对稀缺 而这款奥运特别版 包括我手上这款 欧米加超霸系列的Konoscope 巴黎2024特别版 以及刚刚发布的巴黎2024特别版 青铜金款 虽然不限量 但是非常的趁手 供不应求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至少跟前两届比 最后这里有一个挑战 基于你对欧米加作为奥运正式计时的理解 你能破解一下 欧米加在跟国际滑板联盟 进行一下新的研发项目吗 提示一下 欧米加可以在滑板上装传感器 检测运动员的跳跃时的高难度动作 特别是他们跳跃的高度和角度 由此观众可以通过欧米加这个技术 更好的欣赏各种比赛项目 把你的灵感分享出来 下期咱们就拿这款 欧米加超霸系列 Chronoscope板表 巴黎2024特维本 说说体育计时 尤其是奥运计时 那真不是 是个冠冰山就能干的 OK 咱们下个视频见